又是新的一周了 又是时候向大家汇报一下 上周所发生的情况了 那当然一定要非常感谢大家 因为上周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画展 顺利在ION成功展出了 非常高 非常感谢Long Perrin 香槟的赞助商 非常感谢Prince Texo Chiswick做我们的贵宾 所以真的真的非常隆重 开幕典礼那一天 如果错过了的朋友的话 请看那个Live的视频 我们有放在我们的Facebook上面 那到底那52幅画作 我们在ION展出52幅画 哪一幅让客人请走呢 有好几幅 好多幅 非常漂亮漂亮的 那我们在整理当中 我们把小的画作拿到来管来 所以今天有幸跟大家分享这一幅 这一幅已经被客人请走了 如果有留意我的Facebook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一幅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幅 小但武藏俱全 还有黄色的牡丹 你靠近你看的话 你会看到金银 而且大师写的字是与众不同的 我的人生越来越美好 它是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期盼和象征 这个就是大师所要达到的 是欢庆主义 Celebrationism 我不是停留在古代 应该是看这些画的话 应该是高兴 应该是值得庆祝的 那如果错过画展的朋友 好像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真的真的非常邀请你 过来神佛馆 云龙子旺财半条 半条街的神佛馆这里来 因为画展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结束 是在这里继续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幅 还有其他的 都在这里展出 包括我们在开幕典礼 Unfield给大家看的 金刚 波耶 波罗蜜金 我这里展开不了 太长了 因为大师用朱砂 松烟墨 还有副唇塔写的 非常非常壮观 那当然跟Ion画展不一样 我们也展出了 大师所说的印章 所以你说 大师为什么有一幅画 有四五个印章 我们现在在神佛馆展出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26到30号 在Ion的画展的话 或者你意犹未尽 或者你的朋友 看到那个画展的视频 讲 哇 非常了不起 我也想去体验一下 那你就真的要来神佛馆走一趟了 过来赏心悦目一下 过来看看 欢庆主义的画作 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的 那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你还有机会 把他们给请回去 我们下周见